大家好, 我叫巴斯 是一隻身負重任的拉布拉多尋回犬 你看看我凌厲的眼神 強而有力的四肢 靈敏的嗅覺 以及接著拍攝擺動的尾巴 你看看 就知道我是一隻火警調查犬 每朝十一點我都很期待 因為我的消防拍檔Jacky 他會回來陪我玩的 他回來了,Jacky 你今天陪我玩什麼 巴斯今天和你做政策訪問 好啊 火影調查犬是會在現場 看看有沒有這個作弦劑出現 會為現場的主管做一個多個參考 所以我平時都會做很多不同的偵測訓練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在現場剛才會有一碗魚蛋粉 我反而很擔心巴斯可能會受這碗魚蛋粉影響 但最後他也很專心工作 他繼續去找那個作弦劑 最後也找到作弦劑 巴斯如果找到作弦劑的時候 他就會先坐下來 然後會肺量告訴我 有作弦劑出現了 其實巴斯是一隻很跳皮 很活躍 其實他好像是一個小朋友的性格 我印象最深刻有一隻是跟他游泳 其他狗會從一些深到淺的地方上水 但他就不是 他就像一個消防員一樣 引體上升 就算是從深的地方 到深的地方 到深的地方 自己慢慢上水 拿回去 我平日會跟巴斯拋球 做一個點跑的訓練 我會不斷拋球給他 他會拿完球之後 會追回原來 就別回螺 我會如此力推 就跟他玩15分鐘至30分鐘 令他的體能可以得到訓練 和發洩 Jacky,我聽到電話響 可能有任務 快點去接電話 喂 是 好 OK 巴士出發了 機會來了 我巴士又一次出動服務香港市民 想了解我們的工作和消防知識 記得瀏覽開心日報消防周記網站 嗎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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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